Hello everyone, this is Ash 最近高二的學生應該差不多學到了重力未能的一般式 也因為新科綱的時數非常的少 以我們學校為例 我們新科綱底下的物理課是2加1加輔導課 然後輔導課一般來說也是不建議上進度的 甚至說不能上進度 所以在這樣時數有限的條件下 有些內容就不見得會講得這麼細 多數的老師通常在重力未能這一邊 我們可能會跳過這個所謂積分的方法 直接把重力未能的一般式 就直接透過面積的物理意義 力跟位置之間的物理意義就把它給帶出結論 假如你是對於物理更深入的數學工具的使用 是有興趣的 不妨就可以參考看看這部影片 通常我們在求重力未能一般式 我相信補習班老師通常都會教 因為這個積分的過程其實是不困難的 我今天主要想分享的就是 如果你被要求不可以使用積分這個數學工具 來把這個FR底下的曲線面積給它求出來的話 你可以有什麼樣的方法 當然這部影片不只是教你如何不用積分的方法 就可以把面積給找出來 那也因為我需要分享我這些課堂上時間可能不夠講的內容給我的學生聽 所以我會快速帶各位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想要把曲線底下的面積找出來 第一個最常見的最普羅大眾所介紹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用積分的工具 那我們想要找的叫做重力未能的一般式 重力未能的一般式 我們一般會把無窮元素定做0位面 我假設你是已經學過了 那在距離地球球星R 而且條件是你要在地球的球表以外 那你的未能可以寫成-r分之gm 那為什麼會有負號呢 主要是因為未能的變化量這個東西 是你要等數的抵抗守恆力 抵抗保守力 以這個例子來講你要抵抗重力去做工 所以說你往哪裡辛苦 哪裡就是高能處對不對 如果說重力想往左吸 你往右邊去推 那你就是朝右邊辛苦 那右手邊這個地方呢 就會是一個你累積能量儲存的那樣的高能處 那右手邊如果是高能處 而你偏偏又把無窮元素 設做是0的話 那高能處被你設做是0 那麼相對比較低能的位置呢 就只能掛上一個負號 用來表示他們兩點之間的未能差 那也是提醒大家 未能本身的物理意義呢 沒有到你想像中那麼高 而是兩個空間位置之間的未能差 才是最關鍵的 就像你的分數跟你同學的分數 全班就算一起加了10分 你的分數可能從90變成100 你可能也不見得那麼的高興 因為你和同學之間的分數 其實是沒有差距的 大家是一起平易的動作 好 那我們現在言歸正傳 正常情況下 如果你想要去求出 比方說在這個距離地球球星 小R位置的一個指點 我想要看看 那如果說我在等數抵抗 我施以一個抗力 抗什麼力呢 我要抵抗反方向的這個 萬有引力 叫做R平方 分之G大M小M 右手邊會是我的施力 我必須施一個抗力 我要抵抗這個萬有引力 把指點R從有限距離 給拉到無窮距離處 那我中間所需要做的功呢 就是從這個R距離地球球星 R的這個位置啊 開始朝右邊去計算 這些都是我抗力呢 所做的功 這些都是我呢 抗力所做的功 那位能的變化量 就是透過這個抵抗重力的F 所做出來的 OK嗎 那有些人會好奇的 說欸老師 如果我的抗力 我並沒有剛好 跟這個重力是完全一樣的 我稍微略大於怎麼辦 那是不是就沒有位能 其實不是 我們舉一個比較簡單的數字 如果說你的重力叫10牛頓 而你的抗力叫11牛頓 難道就不能儲存位能嗎 可以 你可以把這11牛頓 拆成兩部分 這11牛頓一個叫 負責抵抗重力 那另外一部分呢 1是用來幹什麼用 就是當你真的呢 靠著這個11等於10加1對不對 這10牛頓呢 拉到了無窮元素 儲存了這麼多的位能 那你在那個無窮元位置上 那多出來的1牛頓 它的價值在什麼地方 在於它幫你增加的動能 OK嗎 所以其實是沒有衝突的 F就算今天大於 你的R平方分支GNm 你還是一樣可以儲存位能 你還是一樣可以儲存位能 等於重力的部分 就是幫你改變 它們之間空間的位置 那大於扣掉這些重力 還有剩的東西呢 那個叫合力 那合力的做工 就會變成動能變化量 只是因為我們今天呢 純粹只想要用這個曲線面積 來找出未能改變了多少 所以我們沒有必要讓這個F 要多大就多大 要無止境的上升 不然的話我沒有辦法 透過這個F 來描繪出它的曲線 我今天的F呢 就是讓它動態的去配合 重力再做遞減 因為你只要拉得越遠 你的重力萬有眼力 就會跟著下降 而我的F只要剛好控制在呢 跟你時時刻刻 保持相同的狀態就可以了 那我到底施力做工 單純的改變未能 我的力要如何配合 那這個曲線底下的面積呢 才會是單純的什麼 單純的未能的變化量 OK嗎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這個底下的面積 正常的 多數的普羅大眾常用的方法 就是直接把它積分 因為這是一個曲線 你沒有辦法給它長成寬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去求 曲線底下的面積 常用的方法就是直接積分 把這個等數抵抗重力的抗力 去dot什麼呢 去dot你的每一小段的位移 每一小段的位移 那微積分的概念呢 其實就是把這一大片的面積 給它去做無窮盡的切割 切割每一小塊呢 然後最後再把它加總起來 那只不過我們現在這個施力 這個抗力是恰好等於什麼 恰好等於我們的萬有能力 等於我們的重力 所以呢我可以直接把它給摘掉 OK嗎 但是你要小心喔 我這個fr是強調向右邊的抗力 所以待會如果我把它換掉 我把它換成說是r平方分之gm的時候 我是不需要前面加個負號的 因為我現在施力是向右 而我的位移變化的人是向右 我單純想要探討說 我這個施力 我這個抗力到底朝右邊 努力辛苦了多少 所以它是一個正攻 所以你不要看到說我把這f 代換成r平方分之gm 就覺得說 這個力是朝左的 位移朝右的 為什麼你這個dot拿掉 前面不用掛負號 因為我看的是 右手邊這個抗力 我要看的是你做工了多少 你辛苦了多少 這個未能才會因此被儲存 才會增加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前面就不用加負號 那位置呢要從r 然後一路積分到無窮遠處 r一路積分到無窮遠處 ok 那現在裡面這個東西呢 唯一的變數就是r跟d 唯一的變數就是r跟d 像是常數跟指樣呢 假設它不會變的話 通通可以往前提出去 r平方的導數其實就是r的-2次方 那其實積分的工具 沒有你想像這麼難 所以大多數的老師 假如他時間夠的話 要記一下給你看也是可以的 因為在運動學那一塊呢 多數的人應該是會微分 比方說t平方 你對時間微分的結果 就是指數部分往下沉 指數部分再扣1變成2t 對吧 那現在積分就有點像是 微分的反應算 如果你想要把這個東西 積上去你就想像 有一坨東西待會微分下來 它指數部分會往下沉 指數部分會再扣1 那什麼東西的指數 扣1之後變成-2次方 就是-1次方嘛 -1如果扣1才會變你嘛 所以你把它積上去 它這個原本的樣貌 應該就會變成一個r的-1次方 那這個-1待會要沉下來 可是這邊又沒有負號 對不對 那你前面就要給它掛上一個負號 所以變成負的r分之1 負的r的-1次方 負1乘下來就變正號了 那負1再扣1就變負2次方了 所以r負2次方的積分 就是負的r分之1 對吧 就這樣子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繼續往下寫 然後它現在是從 evaluate from r 無窮遠 我們從r積分到無窮遠 再把它的上下線給它帶進去 那這規則就是呢 把上線帶進去 再扣掉下線帶進去的值 它前面記得有一個負號 現在這r的-1次方 就把它寫成r分之1的 它這個負號呢 我把它塞在前面 強調一下有一個負號的位置 好 那接下來就可以把無窮遠和r 特別把它帶進去 那第一個會變成負的 無窮大分之1 再來去減掉什麼呢 去減掉這個負的r分之1 OK 那大家數學上也知道 當你的分母是無窮大的時候 這個就可以把它消掉了 這一串就等於0 那再來是負負得正對不對 所以我會知道 剛剛這個抗力呢 從r的位置拉到無窮遠處 一共做了一個正攻 而這個攻的大小量詞 就叫做r分之1 大m小m 這個就是你等數 以抗保守力所做的攻 你抗力所做的一個正攻 你抗力呢 對於系統所增加儲存的 一個位能變化量 那這個變化量呢 自然就是拿墨減出來 拿這個無窮遠的位能 再去扣掉有限距離r的位能 那通常我們的習慣 都會把這個無窮遠處呢 把它射做叫0位面 隨著真相就會 也不能講真相 那這結果就越來越明朗 我們今天 為什麼位能的一般式 要有多了一個負號 就是因為你把高能處 位能射做是0 那低能處的沒辦法 只好自動掛上一個負號 所以你現在幫我觀察 這個r分之gm 如果說 在你把無窮遠射做0之後呢 它要等於的是 負的ur 那你這個ur 當然自然就是把負號 給它搬過去 所以我們這個 重力位能的一般式 就這麼樣找出來了 我們的ur 叫做負的 r分之gm 這個就是我們重力位能的一般式 條件是什麼呢 條件是你必須要把 無窮遠射做是所謂的0位面 OK嗎 把無窮遠處射做是所謂的0位面 我有把這個高能處啊 這都是0的 前方所謂的低能處 才會多出了這一個所謂的負號 OK 那如果說你是 對於這一塊積分本來就很熟悉的人呢 那你可以影片就快速跳過去 那我今天其實真正想要分享的是什麼 我本來想說要不要把拆成兩部影片去看 可是我覺得乾脆並一套 並成一套好 這樣學習比較完整 假如我的問題是什麼 今天這部影片的核心是 如果我限制你啊 不准用積分的方法 積分雖然是一個很酷的工具 但是你積久了以後呢 你會發現突然沒有它不行 對不對 如果我說你不能用積分 你不要用積分 麻煩幫我把這個面積給它找出來 辦不辦得到 你可以心在腦中先思考一分鐘 你辦得到嗎 好假如一分鐘時間到了 你辦得到也好 辦不到也好呢 今天主要是來分享說 如果不用積分 有沒有別的方法 以高中生來講 積分並不是所有高中生都要會的工具 雖然它本質不難 如果你不用積分的工具 有沒有別的方法 可以把這個曲線底下的總面積 給它加出來 是可以的 那我們今天這部影片的主軸 就是分享不用積分 如何把這個曲線底下的面積給找出來 如何不用積分 我們也能夠找出重力位能的一般式 也就是從R到無窮遠 它們中間的位能差 你能夠證出來 它叫做R分之GNN OK Let's get started 好 如果不能用積分 那就只能去切割一個一個動態的手動相加 所以呢 你現在就是幫我把這個 從R到無窮遠處有沒有 把它呢 切成一塊一塊一塊的小 這個小面積 那我講的切出來的一塊一塊呢 麻煩你切得非常小 那我現在把它切得看起來有點大對不對 這有點大是為了教學需求 事實上你應該把它切得非常的小 一旦切得非常小之後呢 R所對應到的F是R平方分之GNN 這是你需要試的抗力 那你在R1位置呢 配合重力所需要是等大反向的那個抗力啊 對應過來 就會是R1平方分之GNNNNN 當你切得很小的時候 你會發現R跟R1是可以當做是非常接近的局的 OK嗎 R跟R1是幾乎可以當做是非常接近的局的 那麼這個R平方跟R1平方這兩個 這兩個所對應到的Y軸子呢 也會是非常彼此無窮勁的 非常逼近靠近彼此 所以它們兩個你要當作是幾乎等大的也沒有問題 這方面的近視大家可以接受嗎 應該是可以 就是你切的這一小塊的面積綠色的 如果夠小 R跟R1的當作是差不多的 可以 那這兩個力當作是很接近的也可以 所以在這樣子都可以的條件下 雖然聚光來看你覺得上面這是一個什麼 這是一個弧線 那就像是你今天受到的一個衝力 在極短的時間內 其實這個衝力你也可以用一個平均力的概念去求它 那如果說你現在把這個R跟R1縮得非常小的話 那這兩個力呢 你就用其中一個力來代替它 反正你們兩個長很像 我就把你當作是什麼 就把你當作是好像一個矩形的長一樣 直接拿矩形的長 再去乘上矩形的寬 那就會是矩形的面積 所以如果你今天切的夠小的話 我們是可以合理的把這一塊面積 就當作是一個矩形再去做計算 所以這一個弓 這第一個弓它反應的意思是什麼呢 是從R到R1之間的未能變化量 R到R1之間的未能變化量 所以你可以這樣寫 我今天等數抵抗重力所做的弓 從R一路做到R1 它代表的是什麼 它代表的是從R到R1呢 所增加的未能量 可以喔 那我現在如果面積切的夠小 我就可以把你當作是 類似像矩形的方法去處理 那就是長層寬叫面積 那我就拿這個R平方分之GM 乘上我底下的寬 這個寬就是R1-對不對 這邊可以繼續往下寫 Alright 好 目前可以吧 我們把它當作像是矩形一樣去求它 這邊就可以稍微做一些近似的 近似的處理 它會變得非常的美妙 也因為我們說 這個切下來的矩形面積是非常的小塊 R跟R1非常的逼近 R跟R1彼此是非常的逼近 如果R跟R1彼此非常的逼近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把腦筋 動到上面這個R平方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R平方 當作像是一個R 再去乘上的一個R1 反正R跟R1長很像嘛 對不對 所以因為R約等於R1 所以啊 我們這個分母的R平方 你也可以把它當作像是R R再去乘上什麼 R再去乘上R1 那這有什麼好處呢 你先不急 讓我把等號畫下去 等一下你就會看到呢 非常的好用 然後整個式子會變得非常的漂亮 如果說現在把R平方換成R1好了 OK 那這時候假如對數學很敏感的大家 可能已經有些feel了 有些feel 如果說我在幫你框起來的話 你可能又更有感覺 我現在框起來的就是這一個 RR1再去乘上右手邊的R1去剪掉R 它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拆開變成兩項 一個叫做R分之1 另外一個叫R1分之1 用R分之1去剪掉R1分之1 就是這一坨R1分之R1-R 對不對 那我幫大家整理一下 就會看起來更明顯 好 現在左邊的這個討論過程結束了 我讓版面變得更漂亮一些 我們現在可以知道說 你要等數抵抗重力 從R1跑到R 你所增加的位能 你所需要抵抗重力所做的功 長得就像這個樣子 而這個樣子還可以再進一步的變形 變成什麼樣 變成這個樣子 好 各位看一下能不能接受 我現在就把藍色這個R1分之R1-R 就直接變成這個R分之1 再去剪掉R1分之1 我們檢查一下 待會相減的話我們先通分 分母就是R1跟它長得一樣沒有問題 通分以後呢 這個R1跑到左上角 這個R跑到右上角 所以變成R1-R 沒有問題 所以它們兩個根本是長得一模一樣的 對吧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 從R到R1之間的位能變化量 用這個式子去做表示 而且我還可以找到一定的規則 因為如果從R到R1 R1比R的位能要高的這一坨東西 那裡面用來表達它的變數呢 不是R就是R1 那代表說如果我現在想要讓你呢 探討說 從R1再做工到R2 那你這個位能增加的量又該是多少 一樣就可以表示了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寫成呢 U高能處的R2 再去剪掉呢 U R1 OK嗎 我想要看看 你從R1到R2 等數抵抗的重力做了多少功 你的位能增加了多少 那我們可以仿照上面的形式呢 把它給寫下來 如果是R1-R的話就是R1-R1 如果說是R2-R1的話呢 那就會變成R1 再去剪掉R2分之1 OK嗎 還不夠的話我們再多練習一個 假如繼續從R2往右手邊跑到R3 我想看看R3的位能比R2的位能又高了多少 一樣呢 仿照上面的形式 G大M小M是一個不動的值 繼續抄 好 然後呢 再把它寫成R2-R1 那就是R1-R2 那R3-R2的話就反過來就是R2分之1 再去剪掉R3分之1 OK 依此類推 我們是不是可以直接把它衍生到什麼 衍生到這個N-1到N 從RN-1到RN 所以呢 在RN的位置到底比呢 這個RN-1處的位能高了多少 一樣 我們再重新抄一遍 OK 這樣 那現在各位在發揮你這個青年數學家的直覺 幫我觀察一下這一整區 這一整區 大概有個10秒鐘 你應該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OK嗎 那我沒有時間在這邊等10秒鐘 我們直接觀察一下 現在呢 如果你把從第一次 第二次 然後一路給它加到最後一次 它們是一個加總的結果 如果我們現在把它做一個加總的話 你會看到什麼情況 首先呢 這是一個正的UR1 這是一個負的UR1 這是一個正的UR2 就是一個負的UR2 感覺到了嗎 所以呢 全部給它整排整列這樣相加下去以後呢 我們的UR1 UR1就消掉了 UR3肯定會跟右下角一個UR3消掉 那 這邊還有一個 畫錯畫錯了 應該畫這邊 我們的這個UR2呢 跟這個負的UR2就可以把它消掉 然後UR3肯定也可以跟右下角一個UR3 這邊肯定有一個UR3消掉 那一路消消呢 包括這個UR-1也可以消掉 那到最後 剛剛這個UR1跟這個UR1是互消的結果 眼睛有點撩亂對不對 好 那左手邊一系列給它消完之後呢 還殘存下來的東西啊 就是上面這個 負的UR 還有最下方這個呢 U的RN 其他都給它互相消掉了 右手邊也會是類似的情況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呢 來 R1分之1負R1分之1 是不是可以互相消掉了 可以 那R2分之1負R2分之1 也可以把它互相消掉 所以 一路相消到下面 一路相消到下面 這個是左下角的對不對 肯定也是可以互相消掉 到最後還殘存下來的東西呢 就是我現在 用紅色比方點框出來的 就是這個 R分之1跟RN分之1 對吧 好 那我們終於可以把它整理了 首先 先講物理意義 左邊這一等牌 數學上相加 你會知道說叫做 U的RN 減掉UR 那物理意義是什麼 這個物理意義呢 就會是 你把這好多個 好多個 你切成 可以當作是矩形來處理的 一塊一塊一塊的面積呢 通通去做相加 通通去做相加 相交到最後一刻呢 無窮遠處 那你從R 一路呢 積分到 無窮遠的這個效果 剛剛用積分的工具 是不是就達到了 我可以把這底下 所有的面積啊 透過左邊這樣 一系列的相加 得到 而這個出來的值呢 竟然就是什麼 竟然就是直接拿 無窮遠的位能 去減掉呢 在R處的位能 所以在數學上 相加的結果 你知道 在物理上呢 其實就是 我們想求的面積 而這個面積呢 講得更精簡 原來就是直接拿 這個 趨近於無窮遠 假如這個R 待會要趨近無窮遠 趨近無窮遠的位能 這兩點之間的位能 去相扣 而且扣出來的值還很漂亮 因為它叫做 R分之一 再減掉R分之一 OK吧 然後如果說 我們現在呢 又把這個RN 又把這個RN呢 給它 逼近到 無窮大 好吧 RN呢 逼近到無窮大 逼近到無窮大之後 我們好 為了 這個嚴謹 我們再把它整理一下 我們現在就把這個 URN呢 把它改寫 什麼叫 U無窮遠 這就是無窮遠處的位能 去減掉呢 有限距離 距離地球球星 R的位置的位能 它會等於 R分之一 再去減掉R分之一 這邊我們先稍微 快速做個處理 因為現在這個RN呢 已經趨近於什麼 趨近無窮大了 趨近無窮大的話 這一整塊呢 就可以把它消掉 因為整個就逼近0的 所以下面這一整串 式子就變成R分之一 那如果說 你又想要把 無窮遠處 定做是0位面的話 這是你決定的 你也可以不用定 但假如你把無窮遠處 定做是0位面的話 那這一個 -UR就等於R分之一 對不對 那你看我這邊犯一個錯誤 就是我們前面這個 G大N小燃囊 忘了把它擺回去了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 東西全部框起來 全部框起來 旁邊給它乘上一個GEMM 如果你把無窮遠處 射到是0位面的話 那我們最終的結果 跟剛剛積分是一樣的 我們一樣可以透過這種 類似像極速相加的動作 可以得到呢 在距離地球球星 R處的位能 可以寫成 負號在這邊 負的 R分之GEMM 這樣 OK 好這個就是如果你不想要用積分的方法 因為積分這個工具 並不是每個高中生都要會的 雖然說大部分的比習班老師 還有學校老師呢 可以很快速的補充 那成為大家所見 其實它沒有你想的那麼困難 因為它就是一個微分的反預算 那有的時候你用上癮了啊 突然限制你不用積分 你還會覺得渾身不對勁 所以假如今天呢 你是一般的高中生 你完全沒有積分的底子 就算你有積分底子也好 你也問問看自己 如果你今天呢 被綁住手腳 不能用積分的工具 你有沒有辦法 仍然把這個曲面底下的面積 從R到無窮遠呢 能夠把它給找出來 那今天就是分享 如何去找動力文靈 一般是 我們常見的傳統的方法 還有如果你不想要用積分工具的話 有沒有別種方法 可以把面積也給它找出來 OK嗎 好 好希望大家覺得這部影片呢 還有幫助 Thanks for watching And this is Nash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